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层楼在现在香港的市道来说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第一就是脱手方面市场承接力不够 就是阿诚哥抢了你很多的购买力 所以你外面的购买力可能一时三刻还没回到气 所以你要去沽那层楼的时候 你可能要用一个大一点的折扬 这样去让出去才可以卖到一层楼 其次就是外围高息环境 那个银巾开始慢慢都缩绝了 其实都在影响你整个香港房地产市场 以至全世界房地产市场都面对着头痛的问题 就是我的需求开始就弱了 就是现在可能就是 我有几个选择放在这里 第一我会不会 我会继续挖在这里 我可能放着租等等 那些东西 还是我现在宁愿折养10% 我照先卖掉它 就是可能就要面对着这个抉择 那两位拍檔怎样看呢 就是香港人如果真的拿着一层楼 在香港 现在应该怎样处理 我想先说 是否移民和有没有楼 其实就没有直接关系 就是如果大家是因为 比如小朋友教育或者是自己想开心些 或者是想适应一些新的生活 那移民是一个选择 那有没有楼或者有没有资产 就是其实是一个方便 当然 就是如果有一层楼卖到的 那去移民 当然就是可能生活上的适应会简单一些 那但是始终移民不是单单有没有楼的问题 因为始终大家最近都很多讨论就是移民之后 面对很多生活上或者情绪上的一些不同的问题 那其实这些可能更加需要考虑 就是到底自己或者整个family 是不是适合移民呢 那但是提到回 就是买楼移民是否一个方法呢 那当然就是过去两年 就是因为譬如我在英国 BNO之后就是很多香港的朋友 都是卖一层楼来到英国 那因为香港的层楼贵嘛 所以变成来到英国 你不是选择在伦敦 可能是伦敦周边 或者是再远一些万城 那很容易就香港一层楼变成三层 或者是四层楼也都有这样的朋友 那变成卖楼就是一个方便 那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就是 当你决定了移民之后 你要衡量就是 那层楼到底因为楼价升跌 而决定是否买呢 那去年大家其实知道 2022年的楼价是持续向下的 整年计那个中原城市 领先指数跌了一成半 那到2023年第一季呢 英雷华通关了 那所以楼价就由低位反弹 近百分之七 所以就修复了一半失地了 那但是到第二季开始呢 大家其实知道了 原来就是通关之后 所谓伏偿呢 就根本没有发生过的 就楼价又开始 根本内地的所谓买家呢 完全都没有出现到 那所以楼价又由高位 又回落回可能3-4% 但是整体就是 其实由2022年头到现在 楼价仍然都是 就是向下大约一成 或者8-9% 那如果这个时间 你要买樓去移民 你要的决责就是 我是不是好像 剛才说的 我可能要减价一成 我想一成不够 可能减价一成半 或者再多些 然后 降便宜买一层樓去外国 重新生活呢 那这个其实都挺视乎 大家怎样对未来楼市 那个变化的揣测 但是我们自己都分析过 因爲始终高息环境 加上整个卖楼 就是相当面对现实的 的确是大幅劈价 七年来市区最便宜的新盘 那你见它的反应都很热烈 那现在其他 譬如信志这些都开始要面对现实 用一个低个市价的情况去卖楼了 那当一手发展商是大幅降价的时候 那二手业主如果拿着一层楼 又想计划移民 包括刚才说面对小朋友教育那样的问题 你是不是需要面对现实去 减价尽快脱手卖在自己的楼呢 因为大家知道在英国情况 如果你拿着一层楼移民之后一年 你还是拿着的 你可能会产生一个所谓的资产增值税 那你到时买楼之后减回 不是在你移民那刻计算 是你买入那刻计算 那如果你是很早期买入 而之后是来到移民过一年之后 你才去出售物业 你可能中间那个资产增值税 因为英国是全球征税 那那个洗费就可能会相当惊人 所以这些不同的考虑 大家要出于自己的财务安排 或者家庭需要 就一定要审视自己的情况 我们也很难说在这里一定 就是一概而论 是不是现在你劈价一成半 买一层楼回来就是最合适的方案呢? 那这里真的不能够很随便地说 除了卖一层楼 也还有一个选择的就是说放租 那',尤其它的移民 那如果说放租呢 那又提醒一下各位香港的朋友 那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當你看到樓價跌,其實租金都站得挺硬的 如果我們純粹用現在的樓價去計算那個租值回報 其實它就跟回息口上升 因為你樓價跌,但你租金站得挺硬,就是你的回報率高了 我是聽到有些人甚至是勇敢到覺得這個時間 買樓收租是合理的,當然他們為什麼會覺得買樓收租合理呢? 就是因為他們的心態不同,純粹只是看回報率 但是在這些經濟環境差一點,可能社會氣氛又差一點的時候 作為業主有幾個風險,風險一,我都聽聞有些業主放了租 只是現在的價值開映,他不算租賣,不過那個人欠債累累 然後債主臨門是認地址 因為他找不到其它方法去找人 這是一個問題的 甚至涉債累累的那個人可能之後已經不在香港 這個是香港現在的一個特殊現象 她真的有了 再加上經濟差,別說先移民潮 在很久之前,在亞洲金融風暴的那期 其實很多業主收租的那些都遇到同樣的問題 所以這件事不是新的 那些人是不是真的如果問去哪裡 如果問去大灣區都可以的 如果問去哪裡都有可能 現在香港人走,其實是可以不分顏色、不分陣型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你要考慮的風險 那我都聽過有人是 其實真的有這樣的現實的案件 那第二就是租務市場 就是接下來另外一個要擔心的就是那個 它的成本可能會上升 那成本從哪裡來呢? 就是那些物業公司的管理費 那這個呢 又是香港長久以來 一個很難解決的死結 就是在一個尋租經濟下面呢 就是在一個尋租經濟下面呢 除非你住的那些地方是那些村屋啊 就是沒有一定的物館那些 那這些理由自可 如果你是住屋苑那些呢 我看到其實現在管理費都加得挺強的 就是他們的理由就當然是說成本上升 諸如此類 尤其是就是人工成本上升 那這個東西是香港特殊的現象 那這個東西是香港特殊的現象 因為沒有了人嘛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這個又會蠶食了你那個回報的 那你再加上剛才說的 就是知道有些人呢 擺住屋子收住租先 他人走去 其實就是打算看定點 但是其實看定一點還有很多方法的 其他地方的樓市 他們通常有自己的稅務上的考慮 就是例如你自住了一層樓 就可以免了你的資產增值稅 當然如果你是有錢到 香港那層樓不賣我去外面那層樓 我自己買荔枝珠 我都夠資本 那就非常之好 但是如果你是必須作出一個抉擇的話 我覺得最非理性的想法就是 香港那層樓我可不可以等一會兒 然後等它的價升 這一點就最不理性 因為它的價升你沒有問題 我相信它一定不升 不過暫時在這個環境 你如果等它的價升 就是香港的樓市都會回升 我相信世界各地其他地方 那個市都不會差得去哪裡 是不是?你如果是這樣的 其實你喜歡買哪裏都可以 不需要買香港 那你就可能就要考慮的就是 你剛才說的稅務上的考慮 你自己其他各樣支出的那些計算 甚至乎你去到外邊 就是我覺得留意一下其他地方的那個樓市 你都會發覺同樣道理的 租金一樣都是很硬的 就是有些地方可能你說 不是啊 這期樓價都差了 但是租金可能不會這麼下跌的 那所以呢 這件事情是幾永恆不變的就是 我也是聽在地產界的朋友說 樓宇買賣就是樓價 可能有時候會有一些泡沫價 可能會有一些非理性的現象 但是租務市場呢 是一個很準確的供求關係 你放租可能一個兩萬多元 三萬元的單位 你放貴五百元 放貴一千元 就是租不出就是租不出 結果你都真的要減回市場價格 或者你放低了 或者就隨便這塊擺那塊就成了 所以其實租務市場的價格 就有多反映現實的 所以我想各個 就是大家賣樓之前 你就嘗試可以做一件事的 你真的不想賣住的 各種原因 你可以先嘗試放租 那你就摸到市場價格 但是當然放租的問題就是 剛才我講的那些 現在真的多了一些麻煩事件,尤其是當你自己個人不在香港 可能會比較難管理 跟開我們這個節目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們三位就挺看探香港樓市市場的 也是探友 其中一個我想最大的前設就是因為樓是人住的 在香港過去兩年人口下跌的時候 我們看探樓市是很合理的 但是政府最新公佈的數據是有些很驚人的數字 我們會不會改改我們的觀看呢? 由淡友改回到中性或增持的評級 兩位如何去解讀政府最新公佈 說人口突然回來了那份數據呢? 我自己都有看那個統計處出過人口調查報告 這個是中期就是截到2023年6月底的數 當然很意外 人口會升到近745萬接近2019年的新高 但當然我想很多報道或者是其他分析都有講到 其實當中主要增加的人口是來自所謂流動居民 就是他在香港住超過一個月已經界定是流動居民 這個有部份當然是回流 也都很大部份是來自一些外地的融工 因為在2023年通關之後很多都回來了 所以單純是那個流動居民 就未必是一個常住居民有一個置業的需求 當然因為政府的高財通計劃的確 今年它自己宣稱很成功 大概有一萬人已經是批出成功 批出之後也是成功入境了 這些日後會不會成為一個置業需求呢? 是一個考慮 但是其實整條數大家都不少質疑的了 因為單純上半年那個新增的香港居民是達到14萬人 這個是破了紀錄 有統計以來都沒有試過這麼高 到底裡面的數據是不是有些水分 或者是在那個界定上是不清晰呢? 那你見那些官員出來見到人口回升是很興奮的 說到什麼吉祥之兆 好像是香港總統頭長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統計署官員在做個數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心理人會在調查上 有些不同的方法去計算呢? 始終是一個調查 那這裡的確令人有點疑惑的 應該其實當局是比較需要清晰一些去界定 因為還有一個數很大的出入 就是當你統計署說有14萬人移入了 但是我們翻查出入境處 其實在2023年上半年 就是1月到6月底 其實在說正移入減除移出的人數 是錄得25萬的正移出 那到底這個-25萬和正14萬中間 為什麼會不對數呢? 那些人從哪裡來呢? 其實完全是解釋不了 那這些其實坊間都有不同的疑問 還有由於我自己不在香港 我們幾個都不在香港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目測現在香港的情況 目測香港的情況 還有一些指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舉個例子 你走去星期日 去看一下那些工人姐姐的人數 其實那條數都是在人口移入而出那裡 大家不要忘記 我的理解就是 其實工人姐姐的數目都少了不少 那些家庭就是很多的 香港的家庭 我其實都是很 很多的幾個都很正式地去看 而且我看到一些媽媽 group 就是我姐姐就回鄉下了 我們不需要做藥 還不需要請工人 其實這個跟賣房子都是一個很 就是很 就是很像是一個家庭決定 那接下來的日子 我也知道有很多不同的香港人 他們其實是為什麼仍然住在香港呢? 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 家人尤其是長輩需要照料 但是這幫人 當然你說過了五年十年之後 可能習慣了 這樣就未必走了 但是他們這段日子 都要考慮幾樣東西 就是香港現在提供的經濟友人 是不是還是大到他們會繼續留下來呢? 又或者他們如果是有孩子的 那個孩子可能年紀再大一點了 可能真的去到升學了 或者對於香港的教育有一定的看法 我們雖知道現在香港的教育 是越來越多 就是各種政治主導的氣氛 你去到連大學你都搞的 你中小學就更加 可想而知會是多麼政治化 那不凡此種種這些各種原因 不是那麼容易即時在經濟數據上反應 但是一旦它成為了一個社會氣氛 你就很難扭回頭 就很難扭回頭 一個人的真正中一個人的 是這樣的說法 然後在交付下的 那或者是否有很多情侶 我就說自己是不是 可能和一些情侶 是否都沒有扭回頭 就是因為就是 然後讓我們台灣的 或者包括啦 所以是你不要去沛派 或者是你不要去沛派 就不會去沛派 我其實未見到這些數字 因為剛剛開始高材通 他們真的要下來 要啤也要一些時間 你過了一兩年之後 再看看統計署的人口數字 你看看出生率有沒有回升 我記得統計署之前都有跟進處 就是在香港出生的小朋友 他們是有太開計的 我們看一看 你可知道這班人的流港意欲有多強 當然你如果對比大灣區和香港 當然香港的薪金還是高過中國大陸任何一個地方 尤其是中低層的一些打工仔領月薪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是有人口的轉變的 我不敢說真的全部是淨流出的 你可能慢慢這個這樣的 就是人口轉移進來的那個配額等等 越加越大 大家已經不再講單程證了 是吧?高材通可以沒有上限了 這些全部是有可能發生的 現在已經在講最低層次的輸入外勞也有 中層的這些高材通也有 其實所謂高材通不是高材 說真的去哪裏 你真的去到 就是反而最有錢最有錢的那些 就走了去新加坡的了 那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那你見到香港 就是將會出現那個人口轉變 那我不敢說 那你不敢說 最終是不是你很留價 或是你淡流價 但是 只要那條大數差不多是這樣 其實你的租務 都真的還在這裏 只不過你要接受 就是在這個這樣的環境 有若干程度的風險 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那你收租 就是不只是計 表面上的那個租金 你還要計算其他成本 各種風險 這個世界是沒有東西 是沒有風險的 那你將這些東西計算 那可能就給你一個更加清晰的圖像 嗯 其實呢 隔壁的一個主持就很好 他比較了一些數字 就發現 只是計這三年 就連了 最新說 人口增加那個時段 原來增加人口那個年齡分佈層 最多是65歲以上 佔了絕大部分 那除了因為人口老化之外 其中一個 就是他們引入來 人口那個年齡分佈 其實都很惹人 是受到質疑的 就是我經常都說 數據呢 其實就不會騙人的 不過人呢 或者是政府呢 就有機會會騙你 是 所以大家看這些數字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那另外呢 我現在作為一個無產階級 我也有些 白癡少少的問題 就是想問一下 兩位朋友 那就是 假設我現在 我當我放著租 我都想等一會 那我在香港那層樓 我在外國也好 我在香港也好 總之我想等一會 看看樓市有沒有轉機先 那但是 就 我又擔心個價 可能會跌得很快 那樣 有沒有其他的手段 是可以 做來 所謂 對沖了風險的 就是我立刻 接觸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立刻想 第一 我熟悉那篇就是 我可不可以沽地產股 Hedge了一些風險 它因為 照計你的樓市鄉下 地產股應該都沒有什麼好處 特別是本地地產股 第二個我想到 就是 坊間其實有些 安老案件 就是所謂易案件的一些做法 那些這樣的做法 有沒有機會 是可以用來應用 就是可以 對沖了 我看探未來的樓市 但是現在一時三晚還沒有放到 我索性做易案件 用年金的方法 拿錢 那又是不是一個方法呢 我沒有記錯 易案件就應該是要自住的 就是 你的人就要在層樓裡 那你將它 賣斷給案件證券公司 那你一邊住的時候 當然會連都有收入 到你八年歸老 層樓就歸案件證券公司 所以就要人在那裡 如果你說是用股票市場 對沖資產市場 當中有個旗下的風險要留意 因為始終你按揭 你層樓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股票流動性高 那就是要買出買入都簡單 但是你層樓本身就是一個 當然如果你願意劈價就容易 可能你劈兩成怎麼都買得出 但是如果你不想吃這麼多 又要在市場上放售 其實可能中間的過程 就會涉及一個比較長的期限 就不是說買就這麼容易賣 那我覺得其實反而 到底是不是移民是不是賣樓 其實就是剛才西文說 放租的一個方法 但是你更加關鍵 其實要考慮就是 到底未來香港的樓市 你是保持平穩 還是有些因素可能會短期 令它繼續有一些沽受壓力 當然其中大家最常常說就是 搶失肯面對現實減價了 那另一個我覺得要關注就是 就是最近彭博也有提到 就是香港的樓市 其實在2022年頭開始減價了 開始跌了 但是很多其實2021年 或者2022年頭 賣出的所謂樓花 其實路路逐逐開始都看到 就是要收樓了 那些買家要上會了 那到底是不是完成這個交易呢 其實都會很影響成為樓市的關鍵 因為我們之前都有分析過 如果你整個樓市 不論是一手二手 出現很多撻訂或者蝕樣 其實會加速樓市調整的過程 而最近的確看到 譬如有一些新樓盤開始入火 譬如火炭的一個叫做 剛剛在火炭火車站旁邊 是一個內房發展的一個新樓盤 它出現了 剛剛這個月頭開始收樓 就連續出現了26宗的撻訂潮 這個其實就正正反映 因為它當年賣出的樓價 是說兩萬元平均尺 高的甚至是兩萬多元平均尺 當你市區的樓價是 油堂在賣一萬五元的時候 那你那個差勁就很明顯看到 我買回來到底我還上不上會呢 上會可能我選擇隔訂再買過呢 可能那個成本呢 比我上會還要低一點 那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到底在上會和太平之間 你怎麼選擇 而正正因為樓價在2021年 仍然都是上升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買入的人士 其實現在都要面對一個虧讓的情況 我見最近李家國有些統計數據 說6月和7月其實每六宗的成交 有一宗都是虧讓的 那這個比例都是創了近年新高 那其實在講很多 在2021年賣出的新樓盤 在元朗、在洪水橋 在講的是萬五到二萬元呎 那你現在其實在任何市面 你要買回同樣地區 其實可能是低一大折的 可能低三成 那你還是不是要選擇上會呢 那如果當一旦有大規模這些情況 你去拿設定的時候 對樓市加速那個跌勢 那其實是必然會明顯 那這個大家在衡量樓市 未來這個趨勢的時候 就必須要抱怨這個問題 說到涉酿 我覺得這個有趣 涉酿的人 其實就是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警號來的 因為以香港的情況 其實扭我也是那一句 如果很理性地算 你當然是算當刻的回報率 如果回報率就不及其他東西 那你就寧願蝕你都賣 拿回多少錢就拿回多少錢放去其他 那這個是理性的想法 那大家很不理性的想法就當然是 我如果是蝕的話我就錯 我們股票就見不少了 樓其實都有這些人 你最害怕是什麼呢 最害怕就不是理性不理性 而是被迫要賣東西 那我們形容那個market就叫distress 那你說六單有一單是distress sales 其實都挺嚴重的 那你當然反映那個當事人 他本身是有其他很急切的需要 我不知道他很急切的需要是什麼 那可能他是在 其他地方他真的有需要要用錢 但是你說得蝕樣的那些可能都不是拿回多少錢走的 那這個是一個red flag 另外一個red flag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塔錠 就是塔錠呢 通常真的很短線 香港其實理論上有各種辣椒之後 你短線的人都有限 你為什麼會做了一個決定 就走了去撻訂的呢 你當然是突然之間對那個市況的那個看法轉變得很快 但是這一種這樣的需求 我們時時以前就會說 樓市有剛性需求 我就說你剛極都好 隨著時間的轉移 其實一定都會變的 你現在我覺得我不是擔心 雖然我不說供應那部分 我是覺得那個需求則 現在其實都有一個幾根本上的轉移 有些signal也告訴你 好像不是很對勁 這個是第一件事 好了 剛才剛剛都說到供應則了 其實接下來幾年 如果大家有看香港那個 就是各大房地產商 接下來的那些樓盤 其實詳實為什麼這麼急於要清掉那些貨 詳實就是最沒有 接下來沒有什麼供應可言的一家發展商 但是他做低了的事 現在就有幾個就很受壓了 接下來你還有很多盤要出的那些地產商就投行 你看看前幾年最活躍積極投地是哪些 我覺得呢 剛才巴治奧說的 就是言下之意就是 可不可以沽這些地產股 可以叫做對沖的風險 其實我反而反過來 大家應該反過來想就是 地產股的股價 可能某程度上都反映了 大家對市場對那個地產市道的那個需求 的一些預期 那當然某些地產商受的影響是大一些的 有些是小一些的 但是我如果這樣看一看 其實現在說的 你最大股的幾個地產商 有些的影響就 若干程度都有啦 但是又沒有說去到豪災難成 就是始終香港的樓市 已經很長時間就跟我們本地那些人的那個負擔能力 是脫了很久的了 就是我想過去十幾十年來影響 大家會說 哇 那些人究竟怎樣在香港生活的 樓價這麼貴 是不是我說租 那些人說租金都很貴 其實你相對上呢 香港以收入對租金 都叫做理論上比較適合一些 它就是一個人在香港身邊 所以如果想像是一個人在香港身邊 就是一個人在香港身邊 也是有一個人在香港身邊 它這樣就要想像是一個人在香港身邊 那我就說 是一個人在香港身邊 那一家人也知道 或者是一個人在香港身邊 絕對人在香港身邊 因為認真事您說 我不知道 是不是當年人在香港身邊 唯有就住遠一點 香港沒得住遠一點 但是你看現在這個政府的策略就是說 你住不了 你生活不了 你就住遠一點 你不回大灣區 整個概念已經不同了 所以要這樣去理解香港以前 一定程度上就透過公屋去調節租務市場 但是接下來政府莫財的情況之下 公屋權絕對是一個很沉重的財務負擔 這個政府是不是仍能夠維持 例如我們之前有看過所謂的大宇 就說公營房屋比例是七成 私營是三成 但是一個政府這麼等牽涉的時候 可能就做不到七三比 當然這個project是不是夠錢做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可能私樓那個供應 慢慢是它是會嘗試反而側重賣地那邊 那又是另外一個原因 我為什麼又要說回租務市場 這個這樣的調節的工具 其實對我們怎樣看未來的走勢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你始終所有地產都是看地位 你在某些主要的已經成熟了的區域 那些大型屋苑的租務 其實是很穩定的 所以如果你除非你是買那些很新的樓 過去可能1516年之後才在香港買樓置業的人 去到現在你才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是不是要賣那層樓 因為其實也都我發覺 是過去那十多年落成的那些樓盤呢 那些管理費是相對多很多的 那這個也是影響了你 如果你是買樓放租的人 你更加要想一下 就是是不是要買這些來做的 那當然是租客的立場 當然是新樓住得爽一些 可能比高一些的租金 但是其實是depreciate的很快的 就是很多時候那些人就不回意 覺得這個就是香港地產市場 其中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覺得那層樓不depreciate 那層樓是絕對會depreciate的 你租了幾年就要收拾一下 那大廈整個可能十多二十年又說要維修 就是這些成本是你要計的 那可能有些人要麻煩呢 都是買了它算了 那這個都是一種選擇來的 那我想我總結一下 就是兩位拍檔 其實第一個西文經常說 就是要注意你的租金回報 減回你的成本 你的成本包括可能管理費 將來可能要面對的一些維修的費用 甚至乎人力成本 就是你去租 那你也可能租客有什麼事 你也可能要去找個人去搞搞他 這些成本都是要計算在內的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成樓是未供斷的 那就是說其實有個案件在那裡 那你就要減低利息的成本 那如果是正回報的話 那就可以想一下租務市場 可以幫你去分擔一些 在現在可能現階段賣不出成樓的時候 這段時間裡面的收入 那另外就是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樓市都是 就是 或者所有資產的人都是 其實就是需求和供應 我們剛才也分析了很多 究竟需求方 或者供應方的方面 其實會有些什麼風險 會有些什麼 未來潛在的事情會發生 那大家衡量過後 就做好自己的資產配置 那我們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和我們like 和share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集同樣時間 和大家再見 拜拜